现在我们要先带观众朋友看到的是 这间商务旅店的标准房 它的标准房就这么大间 面积这么大 还蛮舒服的 就是当初我们在空间规划上的时候 就有刻意将房间做比较大的一个配置 另外就是为了隔音的部分 我们将我们卫浴的空间 放在比较靠近窗户的部分 那透过一个卫浴空间 大概有一个深度 两米多的一个深度 门关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充分产生一个隔音墙的效果 OK 而且卫浴空间这样子的做法 我觉得采光也进来了 对 而且也看得到你想要做的那种穿透感的端井 对 就是透过端井的方式 然后让房间能够有一个绿化的效果 不会说好像是在一个比较深冷的一个空间里面 对 没错 我想接下来我们就带观众朋友去看稍微大一点的套房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间大的套房 其实你很清楚就可以看得到它以前的前身是一个旧的办公大楼改建而成的商务旅店 是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阳台区呢 它的外观跟原始的结构的两个圆柱都可以看得到 那透过这个方式呢 我就是把阳台留出来 那另外就是在落地窗跟外面的窗户之间 一样是可以产生一个隔音的效果 那其实看了一下它这个房间的格局会依照原来的办公大楼的格局去做一些设计吗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一进门这样子的屏风的概念不要看到床还蛮棒的 对 就是因为这个空间有它原本的一个限制 那我们在设定上又不希望说利用隔间造成整个视觉上的障碍 所以我们一进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让它有一个做一个更衣的空间 然后放置行李的部分 那再结合我们书桌的部分 那书桌跟隔屏呢 刚好是透过一个半透明的方式 可以将我们呢 卧室的部分做一个区隔 沙发区的位置呢 我们当初的考量就是在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边落地窗 大概是它采光最好的地方 那我们也流出了一个最大舒适的空间 那等于说这个沙发就可以跟床的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 那在视觉上不会有障碍 那另外就是在后方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梳妆台 那结合了一个卫浴的设备 那就是让整个空间的使用上呢 可以更完善 然后再进而进到后方的一个卫浴空间 所以你的书画妆台跟进卫浴空间的动线 也是经过就是规划的嘛 是是是 OK 卫浴空间有一个墙面的材质 我觉得蛮特别的耶 就是当初我们的想法是希望透过一个比较修行的方式嘛 所以我们在选用材质上可能是利用了一个长条形的一个板延的方式 来呈现那种自然的感觉 接着下来我觉得最难定位的是一个空间当中电视主墙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是有点结合汽车旅馆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旋转式的一个电视墙 那这个电视呢可以在沙发区可以看得到 甚至在卫浴区的浴缸的地方 从视觉上的角度我们在设计上 也可以把屏风退缩 让它视觉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在旋转过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床须 床须的话 一样是可以来看到这个电视的部分 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空间呢 它是一个商务型旅店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空间的规划 其实就算拿到居家空间里面去 它也是一个很 在空间动线规划上是一个蛮棒 然后蛮有巧思的方法 是 还不错 OK 希望下次呢 如果你有机会要到台北来恰工 这家商务旅店你可以考虑看看 因为它住进来的感觉还蛮舒适的 同时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黄设计师了 好 谢谢 我再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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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